他們想要複製這個 20就是去年 去年初的那個 顏寬恆的補選 他們想要再把顏寬恆打敗一次 所以呢要用這個台中捷運 大家記得那個時候 就是那個除了顏寬恆什麼 家裡什麼幾十年前 對什麼什麼被殺什麼 開場破肚 那種亂七八糟的事情之外 打最兇的就是什麼 他們嚴家的土地 這個就在那個什麼 鎮鷹站的附近 然後呢他們可以圖利怎麼樣怎麼樣 好不管怎麼樣 今天當今天這個案子 已經送到行政院 連你交通部都審查通過了 現在是在等行政院核定 跟那個去年 去年初那個時候的時空背景 已經不太一樣了 等於說中央至少交通部 是就算今天有這個有利的人 是交通部覺得OK 那你現在還要繼續打嗎 所以我說賴清德他們有時候 為了你知道就是為了一個 林靜儀的選情 他可以不顧所有 那你會不會因此 反而失去了整個台中的選民 我覺得這是賴清德陣營 可能要好好思考一下 民進黨我們這個 不管哪一個陣營都會講說 決戰中台灣 因為只要拿到中章頭的 這個多數的選票 在歷次的大選裡面 多數都能夠獲勝 極少數的大概就是像 宋楚瑜那樣的人 就是說他可能在這個地方 雖然贏了 但是沒有辦法最後大贏 那不過我覺得以這一次 台中捷運藍線的這個規劃案來講 現在民進黨就要強調說 如果你今天還要回到 林佳龍的那個部分 然後他們去講說 那個時候才900多億 為什麼現在要1600多億等等的 其實我覺得去炒這個沒有意義了 為什麼 第一個 林佳龍的案子 那個時候的900多億 現在再重新規劃看看 你看看是不是900多億 他是有點在玩雲霄飛車 他原本是地下改成高架 然後到了這個沙路再改地下 然後再改變高架 這是變成你知道嗎 這個軌道是這樣上上下下的 那像這個 盧秀燕他的這個版本 基本上就是 只要進了沙路之後就都是高架 而且呢都走台灣大道 那像那個 林佳龍的還要繞進 他們的沙路的重劃區 裡面還有可能會有民宅的 這個遷移啦 或者說這個 徵收等等的問題 那這個後續複雜程度 可能會更高 當然那個既然這個案子 已經被否決了 那也就算了 但是我覺得我們大家 應該務實的來看這個 這個藍線捷運到底有沒有必要性 那他們現在講那個鄭英路 這個站到底該不該設 當地的民進黨議員也不反對 如果你們說這個都跟 都圖利什麼有利人士 那為什麼民進黨不適時反對 所以我說有很多事情 那個是用結果論 就是當你剛好你的土地 都在這個站附近的時候 我可以拿來打 變成一個選舉的攻防 但是如果今天是 我們今天不是在打 今天這條藍線 它不是只有林靜儀這個選區的問題 你不能只是拿來只打嚴加 如果今天是整個台中的一條 第二條捷運的命脈的時候 思考的格局應該要更高一點 那目前我看起來 賴清德寧可贏一席立委 他也不要多一條捷運 就是這樣啊 對他來說多一席立委 我整體的施政的這個方便度更高 可是呢你台中多一條捷運 跟我沒關係 因為是你盧秀燕 甚至可能讓盧秀燕 2028來挑戰我 何必呢 對不對如果2024賴清德上任的話 現在國民黨看起來 可能很可能盧秀燕 就是2028的挑戰者 那現在我何必做這個求給你 而且到時候可能有一些這個 都已經在施工啊 每天都在講說我們什麼時候要這個完工啊 什麼樣怎麼樣的 那我為什麼要把這個虧禮讓給你 所以等著看喔 接下來就是看行政院會卡多久 那陳建仁他被質詢的時候都會講說啊沒有我們都沒有卡 我們就是送按照這個相關的程序啊去審核 等著看 選前 第一個選前絕對不會有答案 但是相對來講我覺得國民黨就應該要用這個方法 如果今天交通部審查通過了行政院卻遲遲的不給的話 那是不是民進黨更該 國民黨更該訴求侯友宜上任立刻終結立刻通 就是這個在在地就是要打這樣的案子 然後呢也結合整個台中捷運路過的這幾個選區的立委的選將 去猛打這個議題 去打賴清德根本就是真正卡中捷的有利人士 所以我說這個選舉策略兩邊是可以拿這個東西來攻防 但是真正真正得利的一條捷運線了 他能夠興建得利的就是沿線的居民 還有這個在這邊通勤的工作的人 那誰會去擋一條捷運 如果他今天只是為了一個立委的席次的話 那我不知道賴清德 尤其裡面很多的資訊都還是補選期間 他們攻防的內容 我就覺得這個賴清德真的是很愛很寵林靜宜 他就是認為林靜宜這一席非保住不可 他有他的一個策略性 好 當然林靜宜也是針對這件事情罵很多 罵猴伴 罵猴友宜說你不要胡扯 終結藍線路線改成會更省成本嗎 這話你講得出來是數學太爛 還是已經習慣睜眼說瞎話 終結藍線在林靜宜前市長時期的 報給中央剛剛我提到是981億 盧市長執政四年變了1309億 今年又比去年增加300億 變成1615億 好 蔡其昌也是一樣啊 說藍線的這個案子 受增633億 盧市府非但不予以說明 甚至操作輿論逼國人買單 好 我們現在講這個經費暴增的部分 不過回頭回來我也是要特別問一下歷史哥 也就是說其實現在民進黨當然你看得出來 他們用意很明顯嘛 只是問題是這一步棋有沒有走錯啊 就是在抹黑媽媽市長 可是他們會不會完全有點太低估 輕忽如秀燕他尤其在台中的影響力 還有聲望 其實國民黨最喜歡的就是民進黨這一種 二虎鋪狼式的攻擊 尤其在哪 尤其在中部 因為中部的選民跟南部的選民跟北部選民 有一個基本邏輯不同 就是中部的選民 他們比較不是意識形態掛選 而且更重要的是 他們對於地方生活是有比較高的要求 大家就想其實如果就台灣來講啊 住在北部是最便利最方便 但是生活的擁擠程度比較高 生活壓力比較大 住在中部呢 他的便利性雖然沒有北部好 但是整體來講生活會比較舒服一點 剛好寬鬆 就不景不寬嘛 那住在南部當然就是有另外一層的狀況 那整體來講呢 所以中部選民他的長期以來特質 再加上他南北匯通的特質 他這裡的選民比較平均 沒有這個南部人特別多 北部人特別多 他就比較平均 所以他們對於市政議題的要求 品質度是比較高的 這也是長期以來民進黨 為什麼打意識形態在中部 經常打不通 他在中部他要當選市長 你看你這樣怎麼當選 他的訴求就是我這個蹲點十年 對不對 我深蹲台中 為什麼 用感動的方式 這個施導師在 就了解我們這個概念嘛 中部人就是這種性格 那你今天硬要強打意識形態 我們就把它捋一捋就好了嘛 再怎麼騙也騙不過事實 我們讓事實說話 導播幫我們帶一下 這個是立法委員候選人 黃建豪他整理的 就是現在是怎樣 剛才波基講的就是這個嘛 他在這邊拐進來 然後拉過去上去嘛 然後正常是這樣的話 我跟大家講 這個只要看Google地圖 你就會看得很清楚 為什麼呢 因為我剛才幫大家 你看喔 這個你一看起來 這是沙路火車站有沒有 他現在就這樣彎過來 然後拉過去 再穿過這裡 然後從這邊進來 可是他有沒有發現 這裡剛才是不是有個國小站 這裡不只國小 這裡有各種學校 比如說沙路工業學校 就是沙路高工 也在這裡 人口密集區 而且他很順 那你彎過來這裡 為什麼要經過這一大堆鐵 然後背離人口密集區 然後還要從這邊開路 穿越穿山掛爐 是 明明人口密集區 而且都是學校 那一站不是只有國小學生受益 是附近的高中生高職生 他有好幾個學校都受益 你為什麼沒有任何理由 就你地圖一拉開 就非常清楚 而且沙路這邊 不是一馬平穿的 他是有一點坡度跟起伏的 所以用事實說話吧 我是覺得就唯一能解釋的 就是像剛才波及所講的 他就是要用意識形態 去操作一個對立 然後呢讓林靜寅 他上一次成功那一套再成功 但我要講啊 上次林靜寅那個可以成功的 有一個基本要值是什麼 因為顏寬的這個產品是舊的 而林靜寅這個產品是新的 然後呢 再加上了綠營選民有一個反彈逆反心態 因為你把我的陳柏惟罷掉了 那我有一個逆反心態 所以我就打回來 還有這全國投了這麼多資源下去 黑顏寬盒 結果事實最後發現 黑顏寬盒那些點 都沒有黑成功啊 說要把顏寬盒抓去關 也沒有關到啊 顏寬盒現在還在外面瓦跳跳 他當然他一定會連結顏寬盒跟他父親 那當然我們知道 彪哥過去確實有一些案件 但人家也該做的 也做完老了也都出來了 不是要護航啊 就事論事嘛 所以回到台中這一局 不然這樣好了啦 如果民進黨這麼生氣 不想過 我提出以下幾個 不要說我都只有批判 我有建議性的 第一個 就台中市議員的黨團 國民黨的 或者是立委 集結起來對不對 就連署 不然你中央就去 台中市議員我也建議中央 就給你畫 你如果畫完 你照這個路線 你現在批 馬上批准 你敢不敢批准 不要那麼多廢話嘛 照你路線嘛 我都沒有意見 就給你批准嘛 你敢不敢嗎 我相信他也不敢啊 為什麼 因為這一批准 就變盧秀院的政績了 他怎麼會批准 完全政治操作 第二個 其實盧秀員也講過 既然台中捷運藍線 簡稱中捷藍線 政治不正確啊 又有中又有藍對不對 改名下改成台中捷運 深綠線 因為已經有條綠線了 我就再加個深綠線 所以叫台捷深綠線 會不會馬上批准 那你過癮一點嘛 至少你心情好一點 是不是可以讓我們允準 我覺得很荒唐很可笑 有時候我們覺得 我們做政治評論工作 做時事評論工作 邏輯上我們應該像我剛才這樣 對不對 我們做很多的功課 然後大家細節拿出來 然後做時事的去討論 結果我們現在 沒辦法做這些討論 我當然我剛才做了一點討論 但是更重要我得去回應 他們這種很無腦很低智商 很87分不能再高的這種 所謂的意識形態的攻防 說真的 你以為台中人會買單嗎 我相信今年台中的立委盤 會讓賴清德跌破眼鏡 一定會吐血 原來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幫助入睡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是國家認證AB克菲爾益生菌 含七種有身分證的專利活菌 能產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也是台灣市場上唯一添加 克菲爾乳感菌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記轉 對季節敏感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隻海天家 被稱為超級食物的 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藍含有高量的 葉黃素β胡蘿蔔素 維生素K維生素C 葉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專利製成 無塑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以為是在你身上可能會有貰稀的 不會有貰稀的 我會想安心 這次回到最終找人的